马英九一行7号结束 在大陆的行程 与五间搭机从上海返回台湾 中共中央台办 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前往机场送行 这次来到大陆 马英九一行多维度感受大陆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脉动 了解真实 立体 全面的大陆 第一次来到大陆 马英九行程满满 败业南京中山陵 平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参观大陆抗击新冠疫情展览 了解城市发展规划 与青年学生交流 11天的大陆之行 给马英九留下了深刻印象 慎中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清明前夕 马英九携家人来到祖籍地 湖南省湘潭县祭拜追思 他说自己多年来的愿望得以实现 内心非常感动 马英九首次大陆之旅 乘坐高铁前往南京 武汉长沙等地 感受大陆速度 坐上新能源汽车 体验智能操控 点赞大陆科技创新 马英九表示 大陆各方面发展都非常快 有些甚至是梦想不到的